《正情時趣二人組》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正情時趣二人組》 繼續請來藍老師藍雪寶 藍老師你上次支持劉慧卿 今次就著許智峯 蝦女仔拿手機入藍刺這件事 你對其他民主黨的黨員好像都有看法 民主黨真的有前科 我便想起AV人 嫖妓何偉圖 福色婚外情李永達 還有陶瑾珊就不要說了 不過他以後都不敢請司機 你這樣真是妖心妖肺說到 不過有件事要說 你別以為開記只要你站著不出聲 就不關你的事 站著站台即是墨海 即是你認同許智峯的做法 我相信今次誰支持他就死誰 希望白甲黨不要抱著豬去陪葬 是否真的會出現白甲攬豬的一幕 白甲攬豬戰師底 可能不是攬豬是攬狼 除了狼這件事 其實還有一個共通點 民主黨 就是你想想想 Ben 書基 你想想想 知隊友 投降我的偶像 金乃威 金乃威 然後再來就是許智峯 現在人稱有些人叫他低智峯 有一個傳言 我聽到是否真的 民主黨要入黨 要檢查你的智商高級100 不准進去 所以上次你撐開的劉慧卿 他要考慮退黨 退黨保平安 所有智商高級100的人 民主黨員必須退黨 不是許智峯退黨 是其他人退黨 我們最後再來一齊呼籲 所有智商高級100的民主黨員 退黨保平安 不用心方方 多謝大家收看 正情時趣二人組 拜拜